长期以来,安全与发展,这一直是困扰中东国家的两大难题。 中国作为中东国家的战略伙伴,我们始终奉行两个支持。 那就是支持中东国家团结协作,解决地区安全问题。 支持中东人民,独立自主地来探索自身的发展道路。 过去一年多来,中方先后提出关于实现中东安全稳定的五点倡议, 政治解决序列问题的四点主张,还有落实巴以两国方案的三点思路等等。 这些都旨在推动对话解决热点问题,实现地区安全和共同安全。 同时,我们同中东各国携手抗击疫情,推进疫苗生产,药物研发合作, 加快中国同海湾国家自贸区建设,启动中国同伊朗的全面合作协议, 为促进中东的发展,提供了积极的助力。 中国在中东发挥的始终是建设性作用,我们从不谋取什么地缘私利, 我们更无意去填补所谓权力真空。 过去数十年,正是因为一些域外大国竞相干预中东事务, 给中东地区和中东人民造成了一次又一次伤害。 21世纪的今天,我们认为这种局面不应再继续下去了, 应当把维护中东安全与发展的权力彻底地交到中东人民的手中。 要支持中东国家,以团结谋和平,以自强谋稳定, 以合作谋发展,真正实现中东地区的长久和平与繁荣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